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辉书 喜宗潜伏年间,皇朝作乱,朝廷无力评判 于是大帅便想暂时将不良人隐于暗处 并着手要将部分手下安插于各大势力充当细作 那么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 日后主要的三大割据势力 朱温还没有反叛皇朝归乡大唐李克用李茂贞 一指示地方军阀尚未封王 他们的势力规模还没有成行 玄冥教通文馆以及幻音坊更是没有建立 虽然不良人属于动漫作品 不能完全以历史作为标准 但我感觉还是得遵循大致的时间脉络 所以这个卧底的计划是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的 那么天佑星石瑶若是在这一时期 奉不良帅之命开始潜伏的话 个人感觉无非两种做法 第一种,他会以孟婆的全新面貌 全新身份在江湖或诸侯翻阵 先为自己拼出一定程度的声望 直到朱温势力做大石瑶又再一次接到大帅的命令 前往投靠正式成为卧底 而第二种就简单多了 直接以新身份投靠 当时还是叛军的朱温 然后先行建立功勋获取信任 在从中挑唆朱温与皇朝的关系 促使其倒戈祥唐 之后发现其人野心过大 朝廷又无力清除 便只能一直潜伏以图后效 当然以上都是个人的设想 算是为这个角色稍微将前因后果补一下 不过我还真挺期待 持瑶这个角色能单独出个番外的 毕竟他这卧底当的实在太优秀 能在玄冥教中做到 除却明帝鬼王之外身份最高的大人物 想必近三十年的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 才能一步步获取朱温父子的信任 另外从侯卿与汉拔对他的态度来看 他们应该属于老相识 感觉持瑶也是建立玄冥教的功臣之一 且这位不但是明帝朱温龟的心腹 同时又备受朱温的信任 属于是第一层不良人的卧底身份之下 还当了那二位的双六戏作 既帮着朱温监视朱有龟 又替朱有龟算计他亲爹 也就是说石瑶其实是个三重卧底 还玩得非常溜 虽说朱温父子本来就存在矛盾 但若没有他困住水火判官扬言扬秒 那朱有龟想顺利刺杀朱温也并不容易 而在第一季结尾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玄冥教总坛教众几乎皆为不良人 其中必然也少不了孟婆大人的暗中协助吧 在冥帝朱有龟死后 鬼王朱有文解开封印 撑出江湖载回玄冥教 石瑶与之交手自知不敌 便借着烟雾顿走返回藏兵谷 不过虽然玄冥教没法呆了 可他的任务还没结束 大帅助他恢复本来面目 以全新的身份来到朱有珍身边 因形貌酷似其死去的生母 所以存在恋母情节的朱有珍 对他是一见倾心且异常宠爱 那么当时的石瑶究竟是以真实面貌出现的 还是为了任务而易容成这个样子 倒是挺迷惑的 若他本身就长得和朱有珍生母特别像 也着实太巧了点 不过现在倒还没有特别说明 所以没准真就是巧了也未可知 简短言说吧 最终在朱有珍的胡闹 以及石瑶与钟小葵的推波助澜之下 后梁历经一石六载 终归是亡了 朱有珍也在穷途末路之下横见自稳 不得不说朱家三兄弟还真挺齐正 皆是死于自枪 且除了鬼王朱有文是因为苗江圣谷跳了岩浆之外 朱有龟和朱有珍的死又都跟石瑶有关 甚至连朱温被杀也有他干涉的痕迹 要不说他成得上是老朱家的克星了 卧底多年不说 最后还必须给人家从老到小挨个儿送走 且在第三季石瑶接受大帅的安排 又一次化身孟婆召回黑白无常 干掉了杨颜杨苗 迫使钟小葵逃走 重新掌握玄明教 接管了后梁仅剩的产业 另外表面上他虽与李四元达成合作支持贾星云 但实际上却多次暗中相助李星云 若非他提醒汉拔长安城下的火药 那主角团估计就被炸没影了 最后时刻又及时出手挡下李四元救了李星云 所以从石瑶的种种行为 以及对不良帅的态度来看 他是深受大帅信任的 同时也算是最亲近的手下之一 袁天刚因和赴死的秘密他一清二楚 且我相信大帅必然对他有所安排 比如祝他在自己死后可以继续掌控玄明教 毕竟如今的黑白无常也不是擅长 并非那么好摆弄的 再一个就是托付最后的任务 给李星云留个后手 但是在第五季这个过渡阶段 他应该是不会出现了 而同为大帅心腹的静心魔 他的戏份应该更重一些 然而虽说石瑶对不良人和大帅有着绝对的忠诚 但是历经多年乱世的他似乎对袁天刚的做法 也是存有不同意见的 在第二季要对朱友真动手之前 石瑶与大帅密会时的对话 其中就颇有意味 尤其是那句即便杀了他天下也不会太平吧 给我的感觉是尽管他一直在坚守着 一天是不良人一辈子都是的原则 为了复兴大堂而竭尽全力 但在其心中深处更渴望的 也许只是想看到天下太平的那一天 至于江山究竟归于哪家 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深的执念 但身处乱世 却总会因为种种缘由而身不由己 又或是他只是单纯的在相信着大帅而已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青山不改路水长流下期再见